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收看3月19号的百格大时期 我是晴龙 行动党的秘书长陆赵福 针对前首相马哈迪 早前发表有关 马来人失去政治主权的言论 表示失望 并且认为 作为前首相 马哈迪应该用个人的影响力 来团结大马各族人民 帮助大马政府得到更多的投资 让我国有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不停玩弄种族政治 破坏国民团结 对国家没有一点帮助 另外陆赵福强调 马来人没有失去权力 因为现任的首相和大部分的部长 都是马来人 并且整个政府体制 都以马来人为助 因此 蹲马的言论不符合事实 也无助于国民团结 首相兼公正党主席安华 昨天在党大会上透露 有政党在执政时期 将项目授予给承包商 并在之后获得超过2亿令刑 而今天的宾州行动党常年代表大会上 行动党的秘书长陆赵福特别提及 行动党没有2亿令吉 也不需要这2亿 陆赵福强调 行动党不需要大亨或大型企业资助 因为党员和支持者的捐款 作为支撑运作 行动党长期以来都是如此 他们也将继续这样 首相安华领导国家已经超过百日 但是资深报人卡蒂野欣表示 从安华的言辞当中可以看得出 安华似乎还受困在过去的旧包袱 曾经是土团党最高理事的卡蒂野欣 今天在脸书写道 我们必须放下怨恨 治愈伤口并往前迈进 他认为寻求正义是可以的 但在国内卑劣的政治环境当中 正义和报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因此寻找真相的任务就交给 执法机构和法庭 尽管安华可以讲述和怀念 过去斗争艰难的日子 但是卡蒂认为 这些吸睛的新闻标题 对普通人而言 无法解决温饱或支付孩子的巴士费 因此他敦促安华往前迈进 成为尽心尽力的首相 不要继续受困过去 与自己的影子争吵 武统区部三机构最高理事 已至副主席的选举成绩陆续出炉 多数的重选者 都是巫统主席阿姆扎西的人马 巫统党选委员会主席 沙利尔金武在记者会上是有提到 属于扎西阵营的彭亨州大臣 望罗斯迪和高校部长 穆罕默卡利诺丁 加上立场中立的 弟弟黄沙区谷会员佐哈利 已经率先从八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正式当选副主席 而这三人将连同阿姆扎西 以及树里主席穆罕默哈山 形成新一届的巫统五巨头 而武统副主席之争当中唯一的女候选人 也就是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 只排名第四 无法突围成为唯一的女性副主席 但她成功蝉联边加兰区部主席职 我们来换个焦点 尽管雪州组织组织 邀请穆斯林前往非穆斯林的 摩拜场所参与活动 但是槟城的态度则有所不同 槟城第一副首席部长 兼槟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的主席 查基尤丁前天向媒体表示 为了人民之间的团结 如果有任何一方计划邀请穆斯林 参观非穆斯林的摩拜场所 并且目的是 让穆斯林了解非穆斯林的摩拜仪式 那是被允许的 但是不能以其他的原因邀请 同时主办单位应该事先咨询 兵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 查基尤丁补充说 那些没有参与社会工作的 个人或非政府组织 则不被鼓励主办这类的活动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